各位早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27号到28号在北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举行新一轮的战略沟通 中方发布新闻稿指 双方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讨论 王毅表示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 梳理其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更好开辟未来 找到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王毅阐述中方五点主张 一是中美关系要保持正确方向 关键在于两国元首把舵引航 双方应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对抗 关键在于遵守三个联合公报 要维护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追踪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追踪中国人民的正当发展权利 三是中美互动要顺利开展 关键在于平等相待 从实力地位出发 不是国与国交往的正确方式 四是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 关键在于巩固民意基础 应当为人民之间的交往 搭建更多的桥梁 铺设更多的道路 而不是设置障碍 五是中美双方要实现和平共处 关键在于要梳立正确认知 中国对内致力于 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对外努力为世界和平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王毅在会面当中 还向美方介绍了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内容 王毅表示这次会议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 将为各国共同发展 提供新的机遇 凤凰卫视 霍卫委呗 刘健 北京报道 我们看到中方发布新闻稿 就指出王毅在与 沙利文的战略沟通中 就台湾南海问题 阐明中方立场 沙利文表示 美中之间有分歧 有竞争 也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 同意应以平等的方式 对待对方 美国无一同中国脱钩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支持一中一台 王毅强调 台湾属于中国 中国必将统一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 最大风险 美方应当把 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到实处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王毅指出 各国安全必须是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北国的安全 不能建立在 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上 国家安全需要有明确边界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更要科学界定 美方应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 打压中国 停止损害中方正当利益 以产能过剩为借口 搞保护主义 只会损损害全球绿色发展 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王毅强调 中国坚定维护 对南海主导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 严肃性和有效性 美国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 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得支持纵容菲律宾 采取侵权行为 双方还就乌克兰 中东及朝鲜半岛等问题 交换了意见 王毅表示 中国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 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会继续做正确的事情 美方不应向中方推卸责任 更不得滥失非法单边制裁 中方的新闻稿中显示 沙利维在战略沟通中表示 美中之间有分歧 有竞争 也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 同意应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对方 竞争也应当是健康公平的 美国无意同中国脱钩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支持一中一台 美国和中国将长久的 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 美国的政策目标 就是要找到 让美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办法 美方愿同中方 继续保持战略沟通 增进相互了解 减少误解误判 中方的新闻稿还表示 王毅和沙利文在战略沟通当中 还就两国元首 近期开展新一轮的互动 进行了讨论 同意要继续落实 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的重要共识 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的沟通 同意事实举行 两军战区领导的视频通话 第二轮中美人工智能 政府间对话等机制安排 凤凰卫视 霍卫委委 刘健 北京报道 那么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28号 结束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 王毅的会晤之后 白宫发表声明说 中美将会持续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而中美元首也计划在未来几周就会通话 美国白宫28号发表声明 称沙利文与王毅在北京为期两天的会晤 坦诚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 双方讨论了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 双方将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包括中美元首计划未来几周内通话 美国媒体称 这次通话可能是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 中美元首最后一次一对一接触 中美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努力 还包括在不久的将来 举行战区指挥官电话会议 白宫指出沙利文和王毅在会晤中 就去年11月旧金山会晤达成的承诺的实施进展 和下一步举措进行了讨论 包括禁毒 军方交流和人工智能与安全风险等领域 双方讨论了如何减少非法合成毒品的流通 继续遣返无证移民和执法合作的 下一步安排 双方还强调了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性 美国总统气候政策高级顾问波德斯塔 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 而在美方关切的领域 沙利文提到了拜登政府将会继续采取必要行动 防止美国先进技术被用于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 同时避免过度限制贸易投资 沙利文还谈到了美方对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的持续担忧 另外 沙利文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并对中国针对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表达了关切 而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 还有朝鲜 缅甸 中东局势也是此次对话的议题 白宫最后在声明中指出 沙利文和王毅都认为在过去18个月 这一战略沟通渠道至关重要 双方承诺继续保持高层外交和工作级别的磋商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以军28号继续袭击加沙 据报空袭已经导致超过50人死亡 而以色列当天又在约旦河西岸北部 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巴勒斯坦红星约会当天表示 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持续行动 已经造成10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逮捕了超过60名巴人 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的下属武装派别 与以军激烈交火 哈马斯的高级官员也呼吁在 约旦河西岸采取自杀式的炸弹袭击 向以色列报复 以军28号发放视频 他们在直升机 无人机和装甲运兵车的支援下 突袭杰宁和图勒凯尔姆等约旦河西岸地区 以色列表示 这是20年来对约旦河西岸采取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通过地面和空中行动 打击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杰宁 以色列用军车封锁道路 有救护车试图驶过 不过遭到以色列军方车辆截停 巴勒斯坦政府发声明 指以军实施封锁阻碍救护车通行 危及病人和伤员生命 公然侵犯人权 在图勒凯尔姆的情况也一样 救护车应不准通行 救护员驾车与以军理论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表示 以军阻止医护人员进入在当地的 努尔沙姆斯·纳明尼运送病人 而纳明尼及医院的入口都已被封锁 在图勒凯尔姆的努尔沙姆斯·纳明尼 有遭到乙军逮捕的巴人或是放行 乙军在突击搜查期间 有人被锁上手扣 也有家庭被下令离开家园 以色列指 行动歼灭了多名恐怖分子 缴迫大量武器 加沙中部戴尔巴拉赫28号 继续遭乙军空袭 导致多人死亡 对于有报道指 接种几回疫苗期间 加沙将实施全面人道主义停火 以色列已否认 加沙停火谈判28号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进行 哈马斯没有参与 多个阿拉伯媒体报道 哈马斯高级官员曼莎阿勒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会议上 发表视频讲话 呼吁在约旦河西岸 恢复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 对抗以色列 鉴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缩短外访行程 与沙头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后 提早返回西岸 总统府发言人 指责西岸的军事行动 可断升级 以及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 将导致可怕而危险的后果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以离冲突持续当中 乙军表示 28号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 发动空袭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当天视察以离边境的乙军部队 并表示 让以色列北部边境 流离失所的居民回家 是首要的国家目标 而曾经是以色列战士内阁成员的 甘词则是称 内塔尼亚胡的说法 是一个谎言 乙军发布画面并表示 28号对黎巴嫩南部的 两个真主党观察哨 进行了空中打击 同一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视察了驻扎在以离边境的乙军部队 他在讲话中称 乙军几天前 以先发制人的打击 挫败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 摧毁了真主党出动的无人机 和瞄准以北部加利利地区 及以控戈兰高地的 数千个火箭弹发射器 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 这并非结束 以色列将致力于实现 让以北部边境 因以离冲突流离失所的居民 返回家园的首要国家目标 对此 曾是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的 主要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 甘茨则表示 这一说法是一个谎言 甘茨指出 内塔尼亚胡不同意 将北部流离失所者的问题 纳入战争目标 几个月来 阻止将资源分散到北部的 有关讨论 严重浪费了时间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至于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 巴盖里在28号表示 以色列刺杀哈尼亚的野蛮行为 不会被遗忘 抵抗轴心和伊朗都各自独立 决定用何种方式来进行复仇 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 巴盖里将军在28号早上 参加了新任国防部长 纳希尔扎德的欢迎和任命仪式 就近期外侧猜测 伊朗核实或会不会采取 报复行动的言论 巴盖里表示 这一次杀事件不会被遗忘 抵抗轴心和伊朗 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他强调 伊朗不会被敌人的媒体挑衅所左右 伊朗将自主决定报复的方式 抵抗轴心也将独立采取行动 在任何种方式来自主决定的行动 在任何种方式来自主决定的行动 遂行动的行动 他自主决定的行动 巴盖里还表示 在哈马斯抵抗运动于去年10月7日 发动阿克萨风暴行动以后 以色列政权目前正处在危险境地 随时准备采取任何暴行 而美国持续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和设备 全面支持以色列政权 伊朗国防部作为政府与武装部队之间的桥梁 肩负着在政府 总参谋部 武装部队 以及其他国家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的重任 他希望在新政府正式运行后 武装部队也会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 与政府紧密合作 推动国家事务的发展 王卫士 郑开里日穆森 德克兰报道 根据报道 一架美军飞机28号 在叙利亚戴尔卓尔省穆赫森市被击落 报道指 当时这架飞机正在试图攻击 当地与伊朗相关的军事据点 目前尚无伤亡报告 有当地的媒体报道称 战机在叙利亚政府军的控制区内坠毁 但是也有消息指 坠毁的是伊朗的无人机 或是叙利亚政府军的飞机 另外俄乌方面 在乌东波克罗夫斯克地区 乌军承认引开俄军计划失败 有英国的专家表示 俄乌冲突已经到了转折点 也许就在波克罗夫斯克沦陷之后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情况只会恶化 至于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交战持续当中 乌军总司令就表示 将会继续在边境地区要扩大控制范围 俄方则说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 已经损失多达7000名的军人 库尔斯克核电站 现在已经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 俄军部队一昼夜内在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 消灭了乌军多达380名军人 30辆装甲车辆以及6门火炮 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累计损失 多达7000名军人 在距离库尔斯克核电站5公里处 俄罗斯国民禁卫军 发现并销毁乌军一枚未爆炸的 海马斯火箭弹 这枚火箭弹为极数导弹 里面装有180枚未爆炸的子炸弹 库尔斯克州政府宣布对核电站 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限制人员进入库尔恰托夫市 当地拥有户口的居民 仍可以自由进入 在库尔斯克市中心 超过60个混凝土防空设施 陆续安装在公车站附近 有居民表示设施可抵挡导弹碎片 但难以防御爆炸物在附近引爆 所造成的伤害 战火蔓延之际正值收割季节 有农民继续如常工作拒绝撤离 乌军称以控制库尔斯克超过1200平方公里土地 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表示 将继续在边境地区扩大控制范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中表示 乌军继续扩大在乌克兰附近边境地区的控制 并与外国伙伴合作为前线补给物资 他呼吁各国放宽使用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 这有助尽快结束战争 目前俄罗斯主力部队都集中在乌东 波克罗夫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 当地情况极其困难 塞尔斯基承认引开俄军计划失败 在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 库比扬斯克市中心 当天也遭到空袭 造成多人死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在库尔斯克州遭受乌军恐袭的情况下 不会与乌克兰开展任何谈判 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科恩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必然会发动反攻 夺回备战领土 但将遭遇一场艰难的战斗 俄卫星通讯社引述英国专家表示 俄乌冲突已到了转折点 也许就在波克罗夫斯克沦陷之后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情况只会恶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电报频道28号消息表示 俄军至少有3万兵力的预备队 目前在库尔斯克 别罗哥罗德 布良斯克等俄乌前线开训和集结 根据我们前方的记者观察 当天在库尔斯克的乌军控制区内 两军战斗现在是以小分队的形式呈现 而这接触线也相对稳定 周三的库尔斯克战线 乌军试图在库尔斯克西南裔的黑雷内卧 库尔斯克南突出部的考出克和马尔丁诺夫卡地区 继续突破魏国 在格鲁斯科夫斯基地区 两军战斗的强度减弱 乌军的突击部队已经出现兵源不足和后勤补给困难 但是俄军还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周三当天 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俄乌边境线附近 即舒甲西翼夺回了奥尔格夫卡定居点 这个定居点是铁路线南线的终端站 形成了俄军向东推进的自身点 周一上午 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高精度远程空机和海机武器 对乌克兰全境进行了大规模打击 首先俄军攻击部在诱饵无人机的帮助下 引诱乌克兰的防空平台开机和开火 然后俄军发动大规模的空机和海机巡航导弹的攻击 俄专家强调 不能将这次袭击与俄军的报复行动联系在一起 这不是一次报复性的袭击 而是为了压制乌方军攻系统的阶段性的军事行动 此前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米哈伊尔波多利亚克成 与俄罗斯的谈判也不可能 因为莫斯科要求基辅投降并且不准备失败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对俄乌战争的结束 目前看不到前进 俄罗斯总统助理破特鲁舍夫表示 乌克兰军队攻击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 美国不知情 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武器 同时包括乌克兰军队这次在俄罗斯境内所使用的 西方的武器装备 这也说明包括西方和美国参与的这种深度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 萨维伊万 阿拉曼 乌拉特 在库尔斯克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28号宣布 禁止92名美国公民入境 以此作为美方不断采取酬恶政策的回应 而限制入境人员的名单 包含了美国各级执法机构和情报部门官员 美国军工企业的负责人 以及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 并且赞助乌克兰政府的金融机构负责人 还有包含参与制作和传播有关俄罗斯 和俄罗斯军队虚假信息的媒体人士 其中就包括了美国太空司令部的司令 怀庭 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西塞克等人 另外关注到的是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在即将到来的劳工节长周末 计划在多个摇摆周要展开造势活动 他还将与总统拜登 在彼兹堡同台亮相 来吸引工会成员的支持 在美国劳工节长周末即将到来之际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和竞选搭档沃尔茨 即将展开在多个摇摆周的造势活动 两人从28号起在佐治亚州 进行为期两天的巴士之旅 期间巴士将会停靠城市 郊区和农村 接触包括工薪阶层家庭 还有黑人选民等群体 拜登在2020年曾以微弱优势赢得佐治亚州 毫无疑问 这里也是哈里斯在2024年聚焦的重要战场 在结束佐治亚州的巴士之旅之后 哈里斯竞选团队将在为期三天的劳工节假期 在几乎每一个摇摆周举行造势活动 哈里斯的竞选搭档沃尔茨将前往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 哈里斯的先生艾姆霍夫将在弗吉尼亚州 帮助哈里斯拉票 此外 哈里斯的多位盟友 包括伊利诺伊州州州长普利茨克等人 将在北侃内华达等地为他造势 哈里斯本人则将在9月2号劳工节这一天 出现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和宾州皮茨堡 白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也将前往皮茨堡 与哈里斯同台亮相争取工会成员的支持 宾州是哈里斯与特朗普争夺激烈的关键摇摆州 哈里斯曾选择在费城介绍自己的竞选搭档沃尔茨 之后两人在宾州西部展开了巴士之旅造势活动 特朗普曾于7月13号在宾州巴特勒遭遇刺杀 他还计划返回宾州继续完成上次没有结束的讲话 2020年拜登以1.17%的微弱优势赢得宾州 最新的综合民调则显示 哈里斯在宾州目前领先特朗普不到两个百分点 富皇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8号就表示 涉嫌在7月刺杀特朗普的枪手曾经持续详细的策划 袭击大型集会 但是作案动机还是不明朗 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公开了调查的证据 包括了枪手使用的枪械 背包 以及藏在车厢的爆炸装置 官员表示20岁的嫌犯克鲁克斯 在袭击前的30天内 在网上搜索超过60次 与总统拜登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相关的内容 表现出多种意识形态的混合 似乎并不偏向右派或是左派 而嫌犯也搜索民主党和共和党大会的日期 早在去年9月就已经搜索过特朗普的竞选日程 而透过监控视频显示 嫌犯开火之前在屋顶待了大约6分钟左右 他的意图针对重大活动高度专注于特朗普在兵器法尼亚州的集会 为了要调查嫌疑犯的枪手 他的暗杀企图为何 FBI也进行了将近1000次的采访 但是枪手的动机还是不明朗 洪多拉斯总统卡斯特罗28号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对洪内政的干涉主义行为 卡斯特罗强调 美国的干涉主义政策包括通过美著红使馆和其他代表 来干扰洪多拉斯内政 令人无法容忍 这种无视和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行为 也侵犯各国人民的主权自觉权以及和平 卡斯特罗表示已经命令洪多拉斯的外长雷娜 着手退出与美国的引渡条约 另外委内瑞拉的反对派联盟 民主统一平台的支持者28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集会 其中一名反对派领袖皮列里在集会后被捕 据报最后现身的位置是在埃利科伊德监狱外 多名反对派的领袖出席此次集会 包括在上个月的大选当中 与总统马杜罗一同角逐的反对派领袖刚萨雷斯 他们乘坐着开棚车与支持者进行会面 其中一名反对派的领袖马查多指控马杜罗政府在选举结束之后 对反对派的人物及示威者的连串拘捕行动当中 最少扣留了超过150名的儿童 而这些年仅13、14岁的儿童被殴打 以及被迫拍摄赞扬马杜罗的视频 马查多又指 很多已故总统查韦斯的支持者 现在改变了立场反对马杜罗政府 法国巴黎的检方是在当地时间28号的晚间表示 在将社交媒体电报的创始人杜罗夫拘留4天之后 对其展开正式调查 而杜罗夫获准保释的条件是支付500万欧元的保释金 而美洲也需要向警方报道两次 并且不得离开法国 俄罗斯的方面已经要求法方解释逮捕的原因 但是法方以杜罗夫拥有法国国籍为由拒绝沟通 巴黎检方初步指控杜罗夫涉嫌共谋管理 允许有组织团体进行非法交易的在线平台 而这一罪名的最高刑期为10年 另处最多50万欧元的罚款 杜罗夫在24号的晚间被捕之后 被羁押96个小时 之后被移交给巴黎的法院 法国政府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电报平台上涉及诈骗 贩毒 有组织犯罪 儿童色情 宣扬恐怖主义等不法行为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28号在江西九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宋涛强调当前台海形势严峻复杂 根本原因是因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大陆对此绝不容忍 绝不姑息 夏立言也指出 绝不乐见两岸发生任何冲突 而根本在于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态度 国台办主任宋涛在江西九江欢迎访路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 宋涛表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系统部署 将不断完善造福台湾同胞的政策和制度 让台湾同胞有更多享有现代化发展的机遇 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发展提供更多帮助 他也强调当前台海形势严峻复杂 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不断挑衅台独分裂活动 大陆对此绝不容忍 绝不姑息 国台办愿同中国国民党在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不断推进祖国统一 共创民族伟大复兴 夏立言也强调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是中国国民党最根本的立场 九二共识当年是由我们提出来 然后是由贵方接受的 而且从此之后变成了我们双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基础 因为有了这个政治基础 我们才有九三年的故隆会谈 在香港见面 而且从此之后 特别是在马英九这五时代 我们有了很好的互动 所以这个是在在的证明 只要能够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我们可以维持两岸的和平繁荣 可以享受到很多共同的利益 夏立言表示 中国国民党绝不乐见两岸民间发生任何冲突 也不愿意看到任何的言行会造成两岸之间的紧张 当前的紧张局势再度说明 如果没有九二共识 结果可能就是如此 这是今年以来 夏立言第四次访问大陆 在30号的上午 他还将出席在江西庐山举行的 第19届干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的开幕式 届时来自两岸的企业家 包括岛内重要工商团体 大约500人将共同参与 干台在电子信息 现代农业 以及文旅等领域的对接与合作 凤凰卫视 宋伟坚 薛义轩 江西九江报道 台湾方面的消息 民众党的假仗风暴越演越烈 党主席柯文哲在29号的下午3点 会亲上火线要召开记者会 交代查账的最新进度 台湾媒体报道 柯文哲将会向民众党中央来请假 占别党主席的职务 同时也自请中平会调查 可能会掀起党内争权 柯文哲28号晚间 召开民众党干部扩大会议 面对记者追问是否要请假 柯文哲没有回应 而党内也意见分歧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做任何动作呢 清查的那个工作先把它做出来 把真相还给社会 这场扩大会议 柯文哲报告查账进度 台媒报道 柯文哲交代一千多万台币 没输入监察院的金流 但说不清与公关公司 木可之间的关系 无法让在场所有人信服 报道说 柯文哲将在29号记者会上 递出驾单 民众党中央委员会 最快30号要选出代理主席 任务员选包括立委黄国昌 中央委员林富南 以及民众党秘书长周虞修 我们的基层党员关心的事情 就是必须要赶快止血 止血就必须要使出比较霹雳的手段 28号下午 民众党前历书长谢立功 前立委蔡碧如 陈马慧等人现身民众党党部 近日传出应增设蔡碧如等三人 为副主席辅佐党内事务 另一方面 柯文哲政治现金案又爆出 公关公司木可汇款400多万台币 专款到柯文哲私人户口 名目视肖像权 到底是不是借由销售竞选小物 从中获得个人利益 以及是否涉及不法 是检调要查清的方向 不过民众党发言人吴宜轩说 这个授权金依照合约进行 以尽回捐档物与公益 凤凰卫视综合报答 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 28号的晚间 举行了C919国产大飞机的交付活动 在当晚的交付活动上 国航和南航首架C919飞机同台亮相 中国商飞向国航和南航 颁发了飞机销售证 并移交了飞机交付纪念钥匙 中国民航局向两家航空公司 颁发了国际登记证 单机试航证和无线电台执照 这是国产搭飞机C919 即交付东航之后 再次交付新的用户 截至目前 共有9架C919飞机交付客户 其中首家用户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C919飞机 自商业首航以来 已连续平稳运行15个月 起飞5条定期航线 累计执行商业航班超3600班次 飞行1万小时 C919大型客机 是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 试航标准自行研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喷气式干线客机 座级158至192座 航程4075至5555公里 富王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空军应邀参加埃及首届航展 中国空军运20与歼石表演机 当天组成编队飞越著名的 埃及金字塔的上空 而歼石表演机在空中 也拉出象征中埃两国国旗颜色的 六道彩烟 并且在空中拉出了象征中埃两国 国旗彩烟突然就看到了说 出现了中国空军编队 让景区内的中国游客 还有当地华人瞬间沸腾 而与此同时 运20将几天后的 埃及首届阿拉曼国际航展亮相 并且进行海外的飞行首秀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中国空军运20和八一飞行表演队的 歼石战机正在飞越吉萨金字塔群 作为古埃及的象征 中国空军飞机与金字塔 实现了历史性的同框 与此同时 运20将于几天后的 埃及首届阿拉曼国际航展亮相 并进行海外的飞行首秀 中国空军运20与八一飞行表演队 六架歼石表演机组成的飞行编队 由南向北从吉萨金字塔群穿过 歼石表演机在空中拉出象征中埃两国 国旗颜色的六道彩烟 景区内的各国游客纷纷合影留念 更有中国游客和华人华侨取其欢呼 特别特别的激动 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埃及生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战机飞越金字塔上空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感到自豪 然后能感受祖国的繁荣与富强 据悉这是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首次前往非洲国家进行飞行表演 也是运20首次在海外进行飞行表演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 这是表演队历次出国表演航程最远的一次 充分展现中国空军自信开放的风采姿态 中国空军战机飞越金字塔既带来了遥远东方的问候 也飞出了中海两国共同拥有的美好轨迹 凤凰卫视 张鹤 艾雅 埃及吉萨金字塔报导 马上会有财经消息 待会见 接下来关注到美股在周三全线收叠 投资者在观望人工智能芯片生产商 英伟达在盘后公布的第二季度业绩 同时也要关注美联储降息前景 而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 超微电脑被故宫机构聚集之后延迟公布业绩 股价急跌19% 详情信息我们请本台众纽约记者陈飞飞 来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周三 华尔街三大股指全线收跌 市场恐慌指数VIX更是攀升了10% 主要是华尔街投资者高度关注的 这一波人工智能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同时也凭借3万亿美元市值 成为大盘权重股的英伟达的财报表现 那么看到英伟达周三是收跌2% 那么在盘后公布财报之后 股价则是一度再跌超5% 尽管公司财务数字强健 但似乎没有满足华尔街投资者的超高预期 我们看到上季度英伟达营收同比 翻超一倍达到300亿美元 那公司预计本季度营收将达到325亿美元 是超过市场的平均预期 同时公司还公布了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但是投资者高度关注的新一代GPU Blackwell 公司是没有给出具体的交付细节 CEO是表示说四季度将有望提高生产 预计能够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那么可以看到这一份财报公布之后的 股价表现是显示出投资者在当前的估值 而是一个趋于谨慎的态度 要知道今年以来 英伟达股价的累计涨幅已经达到150% 不过还是有一些公司在周三受到财报提振 包括盘后公布财报的 云富公司Salesforce股价盘后一度涨3.5% 另外盘中早前公布财报的 百货公司Nordstrom的股价也是收涨了4.2% 再有值得关注的个股 还包括超微电脑的股价在周三暴跌19% 公司宣布延期发布业绩报告 早前就有做空机构新登堡 是表示说公司存在会计操纵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标普11大板块 以科技板块领跌亚马逊 Alphabet特斯拉在周三均跌超1% 其他资产方面 国际油的价格是持续回撤 跌超1% 布轮特原油跌至每桶79美元左右 德州青田油是跌至每桶75美元左右 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从高位 下跌了0.5%至每盎司2540美元左右 风豪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 另外对于有媒体在18号报道 尽管说德国政界出现了一些 疏远中国的声音 但是作为德国支柱产业的汽车业 依然对和中国的关系保持谨慎态度 担心被挤出庞大的中国市场 中国欧盟商会秦主席伍德克就指出 欧洲车企必须进入中国市场 才能够在电动汽车领域赶上 报道称 近年来中国本土电动汽车不断涌现 但中国仍然是德国汽车最重要的市场 有欧中关系专家表示 在德国关于降低中国风险的言论和现实之间 仍存在很大差距 德国工商总会对外贸易负责人更表示 尽管存在地缘政治风险 但企业必须自行评估 他们不会根据德国外交部的声明 做出决定 报道又认为 这番话是对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此前言论的回应 贝尔伯克在今年5月在接受采访时声称 德国应该从依赖俄罗斯能源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不要过度依赖中国 德国并不是寻求脱钩 但不想重蹈覆辙 德国的依赖心太强 以至于无法执行德国的外交政策 报道又指出 尽管如此 中国作为最赚钱的市场 仍然是这些欧洲车企的底线 以及其电动汽车转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国欧盟商会前主席伍德克更表示 欧洲车企必须进入中国市场 才能在电动汽车领域赶上 值得一提的是 欧盟委员会早前披露 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后 宝马大众 奔驰等德国车企明确表示反对 另一方面 有欧中关系专家认为 由于德国经济疲软 包括舒尔茨在内的政府高层 也不愿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范蒂刚新闻室28号发表声明 对中国政府正式认可 天津教区主教石鸿珍的圣职表达满意 形容是范中协议的正面成果 有报导也提到种种迹象显示 教宗方济各希望成为首位访华的教宗 也愿不计代价推动范中对话 报导也认为教宗可能会为了实现访华梦 终止与台湾所谓的外交关系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英国首相斯塔莫28号访问德国柏林 同德国总理舒尔茨及政商界的代表 进行会面来商讨英国脱欧之后 双方在国防安全贸易 还有移民管控等方面如何重启合作 英方是希望双方在年内将共事 落实为正式的文本协议 英国首相府表示 斯塔莫这次访德是为了在能源安全 科技 国防以及非法移民管控问题上 同舒尔茨政府寻求更广泛的合作 英国媒体形容这是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 在脱欧问题上出现的态度转向 英德领导人这次会面时也谈到了如何实现 更便捷的彼此市场准入 设计地域包括英国脱欧谈判中 最敏感的北海水域 斯塔莫政府希望能同德国达成新协议 让德国进一步对英国开放贸易市场 在访德前夕斯塔莫才表达了对英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以及严峻的政府财政压力 市场也有所反映 英媒报道指越来越多的英国中产阶级人士 抛售物业和股票 避免成为工党政府加征资本政治税填充国库的目标 有消息指工党政府或在10月份宣布 将资本政治税的最高税率 从目前的20%大幅调高到45% 作为同德国重启合作关系的交换 英国需要考虑德国长期提出的双边青年自由流动计划 只是一旦英德达成人员自由流动协议 其他欧盟成员国就会提出质疑和不满 英国首相斯塔尔默29号会到访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英法领导人会面的主题将会同斯塔尔默与舒尔茨对话的重点相似 不过即便是英国同德法两国达成初步的共识 甚至在年内能够出台稳本性的协议文件 也不会是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全面贸易协议 另外英国国内的脱欧派也得警告工党政府不要牺牲脱欧谈判换回的成果 冯豪卫视曹杰 吴若铭 伦敦报道 缅甸第一大党联邦巩固于发展党主席轻易28号表示 缅甸政府计划于2025年的12月举行大选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报的报道 轻易在莫斯科举行的金庄国家国际城市论坛上称 大选可能将会于2025年的12月举行 2021年的2月份 缅甸发生军事政变 推翻民选的昂山素季政府 缅甸军方多次强调 会在2025年举行大选 并且进行人口补查 而目的是为了重新登记选民资料 但是反军方阵营则是表示 军方已经失去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城镇 质疑在2025年举行选举是不可能的 日本气象厅就表示 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珊珊 已经在当地的时间29号的上午8点 在路尔岛的西面萨摩川的内市登陆 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 日本多地已经出现大风降雨等天气形态 新干线还有航班也受到影响 目前山山已经在宫崎县和路尔岛县造成9人受伤 而早前在爱芝县蒲郡市的山体滑坡 一栋名寨被埋 屋内一家5口其后被救出 但是有3人死亡 日本九州地区路尔岛县掀起狂风暴雨 山山28号向路尔岛县靠近 逐渐向北移动 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每秒50米 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70米 日本气象厅发布台风特别警报称 路尔岛县可能遭遇前所未有的暴风天气 大浪和风暴潮 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戒 气象厅对除严美地区以外的路尔岛县 发布暴风与海浪特别警报 并对路尔岛萨摩地区发布大潮特别警报 路尔岛县及中部爱芝县和静岗县 拒报向80多万居民发布撤离令 据预测 台风在日本九州登陆后 九州地区 山口县 以及四国岛大部分地区 可能形成线形降雨带 提醒民众注意防范强降雨 受台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影响 爱芝县蒲郡市27号晚发生山体滑坡 一栋民宅被埋 五人被困 截至目前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宫崎县宫崎市遭遇强风 造成四人受伤 部分建筑受损 交通方面 日本九州新干县 西九州新干县和山阳新干县 全县或部分区间将陆续停运 日本航空和全日空两家航空公司 已取消近200个航班 民众出行受阻 许多以九州各地为出发 或者目的地的高速巴士 29号也将暂停运行 此外 台风还给企业生产活动 带来一定影响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暂停国内 全部车辆组装厂的运营 富宫市 尽头报道 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 今天开始访港三天 代表团是预料中午左右就会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那相关消息马上连线仍旧在机场的本台记者 陈奇曼去了解情况 奇曼早 现在机场的情形怎么样 我看你笑容满面 你最期待见到谁 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 好的 我最期待的那位运动员 我私心最期待的 他今天是没有来 但是这一次访港的代表团阵容 也是非常的强大的 我待会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我在什么位置 我在香港国际机场的大堂 在做一个等候的动作 在稍后大约九点半的时候 我就要去集合了 和其他的媒体一起准备到停机坪 一个最接近飞机的地方 去准备迎接我们代表团专机的落地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近 确实我自己本人也是越来越兴奋了 但不仅是我 相信全港市民都非常期待 因为消息一经公布之后 大家知道代表团要防港 可以说真的是万众期待 社会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 就好比在上周我们三场公开活动 5300张的门票开始发售之后 大约40分钟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所以足见香港市民的热情 而阵容我们这次代表团的阵容 也是没有辜负大家的热情的 首先我们一共是有65名的内地奥运舰 而在本次会防港 那么其中除了网球女单冠军 郑清文之外 其余的39位在巴黎奥运 获得金牌的冠军选手 这次都会全数到港 全部都会来香港出席活动的 那么其中就包括有乒乓球的马龙 樊振东 陈梦 孙颖沙 以及是王楚清等等 还有还有就是我们打破了 欧美多年垄断的历史 而夺冠的游泳运动员 盘展乐 秦海洋 孙家俊 以及是徐家瑜等等 那还有还有我们的水花 消失术的好手 跳水运动员 全红蝉 以及是陈玉希等等 所以呢相信呢 接下来的这三天呢 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了 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祥宜和杨子 好 谢谢秦曼 杨子你刚刚也很兴奋 我还很期待 我现在就想去了 不过去机场之前先看一下 第17届的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当地时间28的晚间 8点已经在法国巴黎举行了 那在运动员的入场阶段 中国体育代表团呢 是由女子轮椅基建运动员孤海燕 还有男子举重运动员齐永凯来担任其手 中国香港代表团则是由羽毛球球手陈浩元 以及乒乓球选手王婷婷来担任其手 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 运动员284人将会参加19个大项的比赛 而中国香港代表团也派出了23名的运动员 要出战8个项目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 著名影星成龙28号在巴黎 参与了2024巴黎残奥会的火炬传递活动 也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粉丝的围观追随 这一次成龙在现场也接受我们的记者独家采访 他提到了自己感到非常地骄傲跟自豪 也希望奥林匹克精神能够带给全世界和平和友爱 并且相信本届的残奥会 中国体育建额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取得优异成绩 当天现场围观和追随成龙传递火炬的人群 挤满了街道两旁 其中有巴黎本地的民众还有旅法的华人华侨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成龙手持2024巴黎残奥会火炬 一边前行一边同粉丝们互动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高涨 成龙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坦言 能够在全球80亿人口中 有机会代表华人参加残奥会火炬传递 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他希望奥林匹克精神能够带给全世界和平和友爱 另外对于本届残奥会 成龙相信中国体育健儿一定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取得优异的成绩 中国体育动员的期待 我相信中国的健儿 我相信他们 作为全球知名的影星和文化大使 成龙这次参与巴黎残奥会的火炬传递 不仅是对残奥精神的有力弘扬 也彰显了他关注残疾人运动 支持残疾人平等发展的社会责任感 凤凰卫视尽量将新巴黎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举手令我们各节新闻